绝不夸张地说 美国总统大选是全球最受关注 以及最有影响力的选举 而这场全球瞩目的政治真人秀 2024版已经拉开序幕 提到自由国度 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女神形象 可谓深入人心 而美国总统选举 理应是体现民主自由 最普及也最全面的方式 不过这场选举并不是 一人一票多折当选这么简单 全球独一无二的选举人团制度 正是美国复杂而独特的民主体现 选举人团制度始于1787年 美国制限会议 当时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防止地区性候选人垄断 并且也考虑到了当时信息传播速度慢 担心大众无法做出最明智的决断 所以选举人团制度 就像是一个过滤器和平衡器 要彻底了解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 有几个数字我们必须牢记于心 首先美国有538名选举人 其次总统候选人要获得至少270张选举人票 才能高呼我当选了 而538这个数字又是从何而来呢 除了华盛顿特区固有的三个名额外 其他535名选举人则来自美国50个州 并且并不是平均分配 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是等同于该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人数总和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美国的参议员人数是按照每州两人的固定比例 众议员则是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 目前听起来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制度 又像是一道奥口的数学逻辑思维棋 选举人票就为了保障每一个州 这就是邦联邦每个州加入美国的时候 他当时就说我们的声音要被听到 所以我们选总统这么大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也得要把奥口考虑进去 如果以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加州选票为例 选民们在选票上勾选的总统候选人是拜登和川普 而实际上选择的是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在加州的选举人团队 这些选举人是由各政党在州内预先选定 而通常这些选举人会忠实于他们党派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选民们投票完成之后 就进入紧张的计票环节 目前美国大多数州都是采用赢者通知的原则 即在该州获得最多补选票的总统候选人 会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 例如2020年拜登在加州赢得大约63.5%的普选票 所以他作为赢家拿到了加州全部54张选举人票 美国50个州 政党知识偏差非常明显 这其中有历史传统 也有价值观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譬如加州 纽约州就是众所周知的蓝州 更多选民偏爱民主党 而红州德州长期以来都是共和党的且敢粉丝大本营 一般来说这些州的选票归属悬念并不大 摇摆州的存在才是真正把选战的戏剧性拉满 为什么说这些摇摆州那么重要 原因是现在基本上来说 一些固定的一些票员来说 一些州来说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差不多 那你有其他的一些州 尤其比较大的 如果你是Pensilvina或者说Arizona什么这些 他们这些摇摆州 他票没那么多 但是呢 再加起来 只要偏向于某一个政党的话 或那这样的话 将来那个政党的选举员就能得选 今年是美国第六十届总统选举 投票日将在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 而符合资格的选民 首先必须是美国公民 并在11月5日当天或之前年满18岁 许多州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还要提前登记 想要切身体会这四年一次 政治真人秀的刺激与魅力 可以登记作为选民 更可以点赞视频关注我们 让我们一起共同走入选战202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